杭州一女子十年在美发店消费150万 丈夫知道后表示要离婚 理发店却表示不知情 杭州赵女士的丈夫近期想整理一下家里的账目 一查之下有惊人发现 从2011年开始 赵女士陆陆续续在一家美容美发店消费 近十年来 总的消费金额高达150万 丈夫为此要跟她离婚 150多万 不就平均一年要在这家理发店消费15万元 平均每月花费余万元 赵女士说 这些年都对这些消费没有什么感觉 直到这次拉出来账单 心里才觉得难过了 现在才觉得不对劲 老公并天天和她吵架 赵女士回顾起来 店里的工作人员会让她冲卡 有点强买强卖 甚至还有欺诈 她会在这做美容 做身体 做脸除满一次7500元 还有刮痧按摩等 对此 理发店负责人表示 有关150万的事 她并不知情 但赵女士要求可以退还人没有消费的充值余额1至3万元 由于店铺曾转名 这家店是去年8月才开始营业的 对赵女士以前的消费不知情 听了这话 赵女士情绪失控了 我要不要打你一拳 被这么一下 负责人马上就蹲在地上了 结果招来警察 现在这件事由工商部门介入 很多网友也是看懵了 又说若是她老公也会选择离婚 而且150万花进去 现在头发还这么糟蹋 也有分析 这种就是人家会说话 自己耳根又软 所以经常出现一次充钱几万的新闻